Ready force my learning 這個就是說 剛剛Jason講的 之前他有點劇情 這個沒有有點劇情 所以說有新同學可以 大家來表情一下 那 因為這個 就是逆向的這個 我 看了以後覺得 他的那個內容 分了很多 有很多的分子 所以 一個 一個課程撞不住 所以我把它分了兩個 那我們先大概來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大概是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個這個影片 大家了解一下 那 現在這個影片上面 就是有一個人 他在教這個機器人去翻盤 翻這個鍋子 那這翻鍋子 這個動作 自己曾經實現過 就是連人都不是很好學 那要怎麼樣教機器人能夠 成功的翻鍋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家自己 就是監個蛋 這個但是被罵比較怪 就是說這個其實人類來做 都不是很容易做的 那你說在這樣子的動作裡面呢 我們能不能找到就是說 reward 然後告訴機器人說 你用怎麼樣的動作 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 就是說 Otimal policy 就是最好的一個策略 去做那樣的動作 讓你成功能夠翻這個鍋子 所以這個手推它有搭配視覺嗎 其實這個影片根本不是在 介紹這個IRL 不是在介紹逆向的這個IRL 他是在介紹他的視覺 是不是 視覺 他是有加入他的視覺 所以說為什麼要有這個IRL 就是說 我們之前 最開始的時候 反正因為那個MVP 就是馬可福那一部分 也是 也是我 幫大家介紹的 那我們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都有設定這個reward 那有這個reward的時候 反正就是MVP一直去累積 或者說一直去爭取得到最大的這個 希望的reward 但是其實現實世界裡面 大部分的場景是沒有 沒有這樣與我 沒有這樣與我 就是說 除了說 我們之前有說過了 有一些題目 例如說下棋啊 還有輸贏啊 或者說打遊戲還有積分 或者說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些例子是租車啊 還有營收有多少錢 或者玩苦 有多少點數 這些是有明確的reward 其他的像剛剛翻盤子 翻鍋子 或者說像開車 這些的動作其實 不知道reward怎麼定 那 我們要怎麼樣去 在這上面去定reward 這也就是說我一直在懷疑 就是RL在目前並不是很懷疑 就是頂多就是運用在這 玩遊戲啊 有些拿來玩股票啊 這些有明確的這個reward 這個情況下 好像RL有一些應用 但是其他的應用上 就不是那麼多應用 所以也許我們解決這個reward function的這個問題以後 可能會應用上會比較廣泛 那有一個問題要注意的就是說 有一種的這個做法叫做reward coming 也就是說模仿這個行為 也就是複製這個行為 那這個跟IRL也是非常像 但是他學的是一個 這個示範者 就專家這個 人類或是專家的示範這個 呃 這個 他的一個policy 就是最佳的policy 把他當作一個 這個叫做ultimal policy 來學的policy 但是IRL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IRL 就是 他的結果是給你一個reward function 那 你的這個機器人 或是你這樣以前 還是要依照這樣的reward function 回到你那個環境裡面 自己去找出這個 這個 這個 最佳的這個ultimal policy 那 原因是因為呢 呃 有一些 機器人 機器人的設計其實 呃 跟示範者 就是人類的專家 或者說 任何示範者 即便就是說 有一個機器人A 他要學習機器人B 那這兩個硬體條件是不一樣的 那有很多動作 並不是 學習者一定做得出來的 所以你用這個行為模仿的話 可能到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曲線 所以 呃 那個 有IR有的目的就是在 呃 我不告訴你這個 你行為該怎麼做 你就是 我們把這些因素放回到這個環境裡面 那你在這環境裡面還是去找一個 最佳的這個 policy 那大約的做法就是 是怎麼樣做 因為 本來世界杯 最近也開始 我大概用這個圖 來 讓大家想像一下 I-L的一個 呃 一個概念 它就是說 有一個專家 例如說 控球方 紅色衣服的控球方 假設他是一個專家 那他呢 他就是不斷的要去把那個 來跟他徵求的這個 推開 你可以把這個 來徵求的這個 當作一個學習幫 那這個學習的人呢 他必須不斷的去逼近 不斷靠近這個 這個控球的這個球員 所以呢 他們兩個就是 一段 一直在不斷的這個 做這個拉局 那 呃 在I-L裡面呢 其實 我們必須 做一個定義 就是說 人類專家 也就是說 示範者 永遠是不對的 那麼呢 就是說 呃 我們整個算法裡面 一直在追求 就是說 呃 把學習者跟示範者的 這個差距 最大化 讓 呃 去鑑別就是說 這個是 人類 就是示範者跟學習的 這個不同 那當然這個 學習者 他是透過 I-L的這個手段 他 不斷的再去 去 呃 追近這個 示範者的行為 那這個是當初 之前的那個slime 就是說 I-L的他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environment 那這環境 一定會給我們這個 reward 跟這個stay的狀況 那這個 這個agent 也就是機器人 他會依照這個I-L的算法 去找出最好的這個 policy 然後去做他的這個 呃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示範者 有可能是人類 有可能是比較更好的這個機器人 反正他就是一個示範者 他會有一個示範的動作 我們在那邊看到一個demonstration 那我們就把這個demonstration 當做是一個 呃 最佳的policy 的行為 那 所有的 agent的行為 不管他做得都好 我們在這個算法裡頭 我們是把它定義成 他還是比這個 呃 demonstration 還有 還差 而且有一個差距 那經過這個 這個demonstration 經過了這個environment的 呃 推算 推算出 呃 一個reward function以後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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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eward function 再回到 給這個agent 那 回給agent 是怎麼樣呢 他就是說 呃 這個reward function 回給agent 以後 他再回到 我們這個 右下方 有一個紅色的 這個reinforcement 就是回到 RL的 原來的算法 那 加上 environment 跟 environment有給這個 給定一些 state啊 這些的 產主 然後去 用RL的算法 算出 呃 optimal的 policy 那這個optimal policy 呃 呃 算出來以後 這個 呃 機器人呢 他就是 根據這個policy 去 去做 做這個行為 那這個行為呢 我們就再拿回來 跟這個 我們 他做了這個行為 我們就再拿回來 跟這個專家的這個行為 那我這裡畫了 這個有一個 反正這個 這個 表表是一個含義而已啊 就是 不是很準確 就是 呃 機器人的行為 他希望 不斷的去靠近專家 但是專家呢 他希望 不斷的把機器人的 呃這個 跟 他跟機器人之間的差距 拉大 就是不斷的想要推開他的 鼻子 這樣 那所以說在這兩個 呃 這個 章節的動作 就是在做這樣子的動作 嗯 那這個動作是非常勞盾的 因為你 那幾個問題 就是你這兩張齁 為什麼齁 那個步驟叫 unverse 沒有搞清楚 這一張看上一張 為什麼這個過來 他都 他這個動作都叫 unverse 這 這個是 過人做 過人做 這個 當初 這個是 去年我 我做的時候 他的箭頭方向是怎樣 就是說 從environment 然後 environment會給定這些 R 這些 reward 這些 dynamics 給到的這個 Asian就是機器人 那機器人 根據這個RL算法 他會 決定這個動作 這個是去年講 對 好 對 這 這 這是分時針方向 對 所謂逆就是逆是真的嗎 這樣 就 現在是從 一個專家 或是說 有一個人類 就剛剛 拿著那個機器人 手在甩盤 那個人 或是任何專家 示範者 他去做一個示範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示範 當作是 optimal policy 就是最佳的一個動作 這個是用定義的 就是說 我們必須認定他的權威 就是 然後呢 放回這個environment 因為environment裡面有一些 dynamics 有一些這些stake的狀況 然後我們用IRL的方法 再去算回 算出revolve function 那這revolve function 再丟給 丟給這個agent revolve function 算出來以後再丟給這個agent 那 IRL其實就是在這個 紅色曲線這一個 這塊裡面的 丟出 丟給這個agent以後 agent還是 跑回剛剛第一個 那個IRL的那個圈圈裡面 就是說 用IRL的方法 再去跑出他的 就是optimal policy 那他的optimal policy呢 呃 有可能 並不是最optimal policy 因為他有可能 一開始還沒有學到 是最像的樣子 就像剛剛那個機器人 他可能千幾把 還是選不像 所以說他就 再回來跟這個 專家再去比較 那再去比較呢 呃 我們就把 希望找到那個 他跟這個專家最大的差距 那這 找到這個最大的差距呢 就再做這個R 再丟回來 讓他再 再去做 再去做這個 他的optimal policy 做那個 能夠達到optimal policy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當然機器人 他就希望他去接近他的差距 他能夠越接近差距 他學的越想 那這個 這個 專家這邊呢 他的算法 就是我們 我們 因為我們定義的專家 一定是 一定是權威吧 一定是最好的 就去找 一直不斷的在找最大的差距 然後這邊是 一段 也不斷的去縮小的差距 所以 所以專家也一直在學 ROBOT的行為 對不對 他才有辦法說發現 他已經學得很接近了 那你再提高自己的層次了 沒有 其實這邊都是 數學上的算法而已 其實這只是在找最大的職位 找最大的職位 所以 所以專家沒有再去提醫生就對了 我是說 你知道從你ROBOT 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對 專家沒有在 沒有 沒有 他可以接近到某一個職位的時候 我們就 當作藍原學道 好 OK 所以要 因為 這個有兩篇論文 這個論文 我們到時候 因為這個是 之前 Jason給的 我們到時候也 也貼到群裡面 讓他來看 那 好像兩篇都跟吳文達有關係 反正就 我看搞 這一個領域的 好像 就是說IRL 好像 很多都跟吳文達 他跟他的 研究生做什麼 第一篇那兩千年 好像 那個好像是他老師 那個 那是他學生 那是他學生 看起來比他老 他老師是Michael Jordan 是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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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篇 就是說 Russell Stewart那一篇 是很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就是很概念 我先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兩個論文 就是他就是很概念的 也沒什麼解法 那 第二個就是 學徒式 就是說 跟那個叫Peter 阿比羅說 那個就 那一篇就是 學徒式的 我剛剛講的 Russell Stewart 不是他的老師 他比那個 Andrew 文達還要更 更 位階更高 是啊 而且那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ther 過去 那本聖經的兩位作者之一 剛剛講的第二篇 那一個才是他的學生 伊德拉比羅 對 對 那個是他的學生 沒錯 那 呃 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說 他那個學徒式的學習 我們待會兒會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 他 還有一個部分 也真出來就是說 去找 呃 最大的這個 編輯工具 這個叫做MMP 就是 maxima maxima margin 的planning 那個東西 可能我們就是 這一次沒有時間 我們就把他下去 這個 maxima 跟那個svn 對 完全是 是一樣的 是 我想問一下 剛剛講那個影片 他說 10幾次 24 14 不過那個其實不是IRL組 是IRL組 是IRL組 他有輔助家 對 他是有輔助家那個影像 他是IRL組 所以他真的就是幾十次 就可以學到像IRL組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呃 把這個 把這個概念先 先 先大家 讓大家了解一下 呃 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啊 我們現在要 有 先定義這些東西 就是說 一個NDP 這個NDP 那這個NDP呢 它就是一個 有限的 有限的這個 這個 states 然後 有 K的動作 然後 有 這個 呃 這裡有一個 translati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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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給定了 這個之前我們好像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 好像就 這個值也沒有 不過 這邊是給定的 那怎麼給定的呢 就是說 我之前 就去年的那個NDP的時候 我記得舉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 汽車保險的 就是說 你這個人如果說 呃 這個 也是從 歷史的數據去統計出來 那 呃 其他的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要求的 啊 這就是reward 還是有點不太懂那個 那個 求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 歷史的數據就是說 他他可能做過很多次的 step step action step action 對 對 那他有他的policy 那你做很多次 然後分裂他的policy 然後最後你統計說 就是 這個step 然後下一次的 就是 他會 各一道在train的 對 就是說你從這個state 會到下一個state 下一個state有可能有 所以就是有一個 given policy在做這件事情 有有有啊 有好幾種可能 那 你會到哪一種可能 哪一種state的可能的 對 所以那個data distribution 這個data 那這些data的distribution 就是 depends上那個 有一個given的policy 在做這件事情 對 就是experent的policy 這樣 像那個billman equation 就是那個 policy的 volibility 那它會呈上 這個train for the least train for the least 從這個action 到下一個action 中間呢 會變成下一個 會變成下一個 會這個stake和action 會變成下一個 這個stake的action 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就是 全人選 它還是到其他的stake和action 那我要到這個的話 到了這個 它可能是多少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那個樹,那個樹狀,它是有一個State,到下面的,例如說下面有兩個State,它其實中間還有一個黑點,那個黑點是,你這個State,你確定這個Action,往這邊走的時候,那個,到了那個黑點,它怎麼樣,它到底是往左邊的S,S plus,還是右邊的S plus,你是不知道,你只能丟同版, 那個就是,就是這個Dynamics,這個我們那時候,我們叫Dynamics,那這個的,現在這個的銅板,就有銅板這個動作,因為它不是Random,它是有Power,它統計出來,會有一個機率,會有一個機率,因為是Tenza這個Power,對,而且呢,就在這個Power下面,從這個StateAction,變成另外StateAction,它的Power,那了解了,整個轉移過程是S到S Plus,然後剛剛有兩段, 一個是,GivenS到A的,現在講的好像是下一段,對,那GivenSA,然後會,跑出R跟S',那這個是,P of,S',GivenSA,還是,P of,S',R,就是有R那部分,還是那部分就疾分掉了,就有點, 就是R的,就是reward,對不對,就一般來講,就是,你GivenSA,它可以轉移到S Plus,還有R,有時候我們有講是不是, 你說R是Emmelian Reward,它的動作是這樣,就是說,我用講的好了,臨時找那個,不知道找得到,就是說我們以前有一個,大的圓圈S,然後,Y條線中間有一個黑點, 然後下面有兩個S Plus,那其實你R是,在那個黑點之前,就所謂Emmelian Reward,是先把那個Emmelian Reward放在口袋,然後呢,你,你既然已經決定了往這個,往這個方向走的來決定,你就把那個螢幕放在口袋以後,再來你就到了這個黑點,這個黑點就是,就是Dynamics,就是,停電有命,它要往哪個方向,就是那個Given,決定, 還是說,那是因為我們假設它是,就是,Reward跟S Plus的那個機會是很合理的,因為有時候想說,決定了一個動作以後,接下來,跟我們的Reward,是不是有時候跟你去到,真身去到哪裡,是有關係的, 如果決定這樣投資,然後你到不這樣賺錢,跟你到下一個位置,就下一個位置是有關係的, Ingenial,來講 如果說,你如果說上面那個S,它有兩條路可以走,那你決定往左走,或是往右走,那是你的Action,決定,就是你的Policy,所以你往左走的Reward是1,往右走是2,這會可以是不一樣的,但是你,你又往左走了以後,你已經決定是那個Policy,那個Action,到了,走了以後,到了那個黑點, 因為他怎樣,他的Dynamics是怎麼樣,我不知道,所以,那個,我記得那時候那個例子是,Device Walker是說,你去那個Policy喝酒,然後再來的情況很難,很難掌握了,所以他有好幾種可能會發生,所以這個東西,我在那個,就是Device Walker,他的影片裡面,聽到他常常講,講一個字, 然後那個字,我覺得也蠻神奇的,他就說這個叫Oracle,Oracle就是像皇帝一樣,就是幾千年累積下來的一個,大的一個,呃,所謂皇帝就是說,人家的經驗,那這樣子的事情發生過多少次了? 所以,呃,有一點,有點哲學啦,就是,Oracle是那個,神,神有神域嘛,神的啟示嘛,也就是說,你到這邊,以前我們說是丟,丟銅板,其實他真的就是說,你看,整個大自然,或者說整個,意思的這個,給你的機率是怎樣的 對,所以他叫Oracle也是有點意思啦 那我們這樣複習一下,剛剛Felman,這個其實剛才也複習過,就大家講一下,就是反正,呃,Vpi,在,呃,Vpi S1,這個就是,呃,這個是一個 expectation,呃,這個,呃,呃,期望者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State,的期望值的,加起來,然後,但是他有一個衰減這樣 那,呃,Q,Q也是,Q的寫法是這樣,就是,Action Function,Q的寫法 就是immediate Reward,然後加上那個,剛剛那個Properity 然後,下一個,就是黑點,黑點分出來的下一個那個,這個,這個,這個,S Plan的期望值 所以說,你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呃,已經是先拿到了 那,這裡,在這裡說,就是說我們找到,呃,一個,一個最佳的S,Q能夠最大的 這也是之前講過的那個,Felman Reward,也是,我們一直在找的這個,最佳的這個Action 那,RL,呢,我們是,目的是要找出一種R,能夠解釋到,我們觀測到的行為 所謂觀測到的就是說,呃,那些專家他的Demonstration 那,呃,假的,這個一樣呢,就是說我們,我們剛剛,跟剛剛Gate in的條件是一樣的 A個動作,呃,K個動作,這個條件 那,Diamit,這裡是,這裡也是Gate in的 呃,也是,就我們剛剛講的,從地式數據文台,給,給我們 那,在這裡呢,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shakey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專家或人類的這個動作,我們把它計成 啊,Piobase,我們計成A1,就是A1動作 就是說,他這個,在這個step,本來有ABCD的,A1,A2到AK這樣的 那,我專家都是A1動作 那,呃,這個,他最基本的公式,可以寫成,呃,P的A1-A A就是其他任何,例如A2,A3,A4到AK,隨便變換一個 然後,呃,除以,這個,這個其實在分母 那就是說,I-I-Gamma,P,P1 這個是,這個式是因為,適用矩正的方法 反正就是,都是大型,大家可以看到 那,如果不是大型,其實是,以這個,之前我們也講過 就是,呃,Value Functions就是這一段 然後,我們講的Value Functions就是這個 1-Gamma,P,然後乘以,呃,分之,分之R這樣 那,這樣子,這樣的式子啊,我們直觀來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我們都以前看過 就是Value Functions 這個地方是一個比較,比較Chicken的,就是比較明顯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地方 他就一直告訴我們,呃,P1跟PA是有一個差距的 所以呢,他,這個大於0 就是P1大於PA 那,成為一個,就是,那個是說每一個分量都大於0的意思嗎? 對 這就是,矩正的邪法 那,就是,普通,我們數學大於1 那,他是,這個叫做 Animal-wise 每個,每個Animal-wise 那,我們在這邊看到的就是說,呃,我們想要經由這樣子的 這樣的式子,能夠來求這個R 那,這個式子的一個,呃,證明方法 這個,這個,論文上也有寫 他主要還是,就是把 我們剛剛,我們要證明這個式子 就是把這個,呃,Vπ把它帶進來 那Vπ,這個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就是Vπ,他是等於這個R 就是,I-Gamma-P,跟著R 那把這個,這個帶進來的時候 呃,這個可以帶,帶到這裡 呃,這個可以帶到這裡 等一下吧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在這裡,Probability乘以Vπ 這個,呃,在這個S的,就用A1 這個動作 Probability乘以Vπ 一定會大於這個 用其他A的動作 乘以Vπ的這個,這個式子 那,由這個式子 你還會把這個V,這個V帶,這個V帶進來這裡 就是說,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寫成這樣子以後,把Vπ帶進來 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得到 這樣子的結果 因為在這裡 它是,呃 A1的 這個Vπ,然後大於 大於等於A,其他的A這裡 這個,Vπ 那你一幻像 就是一拋過去一減 那是,就是跟 跟這個一樣,就是V1 啊,Probability A1-A 就是這樣子的式 所以這是一個證明,證明他的這個 呃 證明法 那 由於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式子啊 就是說 呃,它會有很多的 R有可能有很多的解 呃,為什麼呢 其實 呃,在這裡重點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R 例如說是全部都是0 就是說整個,整個 我們講一個Great World 就是這個奇格盤 這個,這個 這個遊戲來講好了 你如果說全部都是R 或者說就是R,全部都是一樣的 這些都有可能滿足剛剛那個式子 嗯 你想想看就是全部都0的時候 你帶進去,這個都 你知道嗎 都可以,都可以滿足的 所以就 就會有可能有多重機 那在這裡我們就是 必須用一個 現金規劃的方法去 做最佳的話就是要怎麼埋持 那這裡 我們要介紹的可能就是要告訴大家一下 這LP就是 不是我們台語要LP 我們人家會有 這個 這個我相信大家 從小都有學過啦 但是當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已經忘透了 就是忘到一點都不記得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能 由於這個,這個章節 在這上面繞得非常的 使用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對這個 稍微做進一步的這個演示一下 這個是現金規劃一次 首先看到那個式子 它其實是連立方式 每一條都要傳大約的運命 所以是每一條直線 因為它的前面那個圈 這種狀況 前面的覺得好像沒有 就是現金 老實講齁 我一直在想 這一個東西 怎麼樣在那個 那個現金規劃上面 畫出那個圖 然後去找出一個可行的 這個 area 可行區域 我也畫出來 這個是 matrix 就 我一直想不出怎麼畫 它其實有 微球可以說 看一下上面那個 就前面那一堆東西 就是應該跟 R 沒有關係 對 那這其實鞋盤應該就是 一條一條的線型方式 對 R 1 到 R N 的 所以它其實只是把那些線 因為大於等於是 它一邊 所以只把它圈起來 用這樣 然後可能其實 發行在那些邊邊角角的地方 對對 它應該是會在邊邊角角 不過就是我們繼續看 它會有更多的 constraints 進來 例如說這裡有這樣的 constraints 就是說我們訂了 R 的最大值 所以說所有的 R 比較大 大於最大值 還有就是說 如果那個 pi 它不是走 不是 follow 這樣的走法 也就是說這個 pi 它竟然 它可能會違反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 我們就要去給它一些 penalty 那我們的最大的目標 我們希望去 maximize這個 在這個用 SA 的方法 跟這個不是 SA 的方法 不是 SA 的方法 裡面你去找一個 找一個最大的 那去 maximize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差距 那從剛剛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主要的 object 方言就是 就是在找到這個最大的差距 就是 maximize這個最大的差距 但是呢 我們又要這個 minimize這個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機器人 你希望 minimize跟這個 示範者的人類專家的差距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解 可能會有一些沒有意義的解 因為你在可行區裡面 可能有好幾個地方 會有符合你的這樣的 constraint 所以我們在這邊搞了一個 penalty 那這 penalty 呢 嗯 是我這個論文裡面寫 就是說我們 藉由這個 penalty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比較 sparse 就是說比較稀疏的一些技能 也就是說這個 R 從不來 得到了以後 我們希望它是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Reroad 這個棋盤的遊戲 那所有的每個格子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很高的 R 或者說都每個地方到處都有這個漏 那你的機械會怎麼樣呢 就是在那邊繞圈 就它可能因為它們 某些很多的格子 它可以在那上面得到漏漏 它就在那邊累積 那所以說我們比較主要的就是 我們比較希望就是說 它可能比較盡量所有的地方 0 多一點 沒有沒有 reward 的地方多一點 某幾個比較重要 我們要凸顯的地方 它有一些 reward 那才能就是說 誘導這個機械人 它去那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就希望它能夠做到一些 比較 spot 就是比較稀疏一點 稀疏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去建立這個環境 它是一個 0 比較多 然後少數地方有這個 reward 就是有一句話叫做 少不入川 老不出屬 就是說這個環境 盡量不要是一個舒適圈 不要這個機器人他一出門 旁邊有一個 reward 他就一直在那邊拿來偶爾拿來一個 reward 然後拿到玩什麼事情的也沒幹什麼 有一個這個成語 不知道適不適合 四川的人會聽得不高興 你如果說那個四川它是太舒適 太安逸了 所以說你年輕人最好不要去四川 老人也不要理他 我們希望我們做的這個環境 就不要是這樣的舒適圈 那你去 那邊還是那個 penalty 的狀態 penalty 就是為了怕那一些的 reward 它太大 太大的時候我們可以調整這個 lamp 因為你看我們加在這個 penalty 下 然後加在這裡對不對 就是加在這個尾方 就是這條 那這個 我們可以調把這個 lamp 調大一點之後 這個 R 會變小 所以就是目的就是你想 你把這個 penalty 加上去之後 那就不會到處可到它的履臥 它履臥不會那麼大 它履臥不會那麼大 那就會稀疏一點 就會小一點 OK 之前就是我們機器學石家那種 W1 絕對值的時候 好像另一個特性是 它的分量會很多 會變成零 之類的 它是 就是 像這裡的 R 是一個項量 然後當然 我們懲罰它數字大 會讓它變小 另一個層面是說 譬如說跟平方比起來 好像它會分量很小 其實你剛剛講的 讓它數字變小 那是 L2 NO 那是 L1 NO L2 NO 就是兩個都是 Regulization 的方法 對 L2 NO的話是讓 我每一個值都不要太大 對 L1 NO的目的是要 Sparse 讓這個 Matrice Sparse 當然太大它這個也會不好 這個還好 對 這個還好 它就是希望說我讓 對我只要幾個大 我 比如說我的 R 可以很平均的分佈 比如說每一個都 八分之一 但是 對這來講它是 全部加總在 一個是最好的 反正就讓那個東西 Sparse 對 那 Sparse 結果就是說 很多State 對它 你這個 Vector 它可能很多個零在裡面 那 Matrice 裡面 對 都是零 對對對 那它越 Sparse 越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題目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Max 買一個 Milion Mark 那 Milion M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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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 定 它也是一個 Constraint 這是我們定的 那 這 Constraint 因為我 在那個 Tablet裡面 一直沒有找到它 到底要怎麼定 它有好幾個地方 我都沒找到它 怎麼定 所以說 但是還是還是定 就是Try and Harrow 這樣的實驗 有好多地方 是用手條的 例如說剛剛那個 爛打 剛剛那個 Penalty的爛打 它就是 叫你就用手條 所以這 RMAX 會不會也是手條的 還是有沒有有機可取 我們也提到 目前看起來是手條 手條 那 那 現金規劃是一個 反正 大家都有學過 但是我已經忘了 很多 所以 我接下來 就是 播一個現金規劃的影片 讓大家 也回憶一下 那 看看 有沒有什麼idea 這樣子做 對不對 你現在一邊把專家 跟機器人的行為 一直插去 就是你剛才 講的那個 那你現在又一邊 機器人又一邊 模仿 模仿到他最後 縮小插去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做的 你這樣做的重點 是不是到最後 機器人的動作 他學習的最後一種可能 就是跟他一模一樣 可以 其實 其實我們沒有要求 沒有說 期望他是 一模一樣 對 我們只是期望他 給你 我們給你這個 旅貨房權 給你這樣的團金 你去那裡面找到最好的 最好的 然後 那個 應該就是跟 因為 當初那個 旅貨房權是 從專家這邊 學 學過來 所以 你做的最佳 最佳的 應該跟專家也是很接近 很接近的 我的意思是 你剛那個浪達 越下越大車 是不是就會使他說 到最後了 就是剩下幾乎一模一樣 浪達 目的就是 讓這 R 比較速 這個 比較sparse一點 就是說不要那麼多 就是0多一點啦 少數 少數有 這樣子 那 其實這整個式子 這整個式子就是 就是 你把 你把 從這個地方開始 全部把它看著一個 x 我都 p好 你就是 你就是在最大 最大化 這樣子的東西 某一個東西 嗯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是 這裡面的最小值 然後 其他的就是這些條件 那這些條件呢 就是 經過一個 所有LP的算法 可以 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先 欣賞一下那個 呃 LP的算法 那這個 因為 這個 要有一點時間 所以說 請大家看一下 因為 這個東西 我忘了很透 所以說 如果大家也忘了 就是大家要稍微看一下 他的目的是要 買這個 這個目標式 他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去最大化 你一個工廠 或者說一個公司的 這個 Profit 就是 你賺的錢對不對 但是你有成本 你那成本 不管是製造啊 什麼組裝啊 你就是又要把它最小化 所以成本就是限制 你希望在 小蛋 在那個範圍裡面 那當然 那故事跟那個 跟這個式子不是太重要 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看一下他的 他的手法 也就是那個 這個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他是 用這個叫做 人肉 矩陣的方法 反正這個 你們以前 不管是高中 或什麼的 一定學過 只是 那時候沒有 你不會帶著電腦 但是你會用手 把這個事情做出來 好 聲音沒聽到也沒關係 因為 我等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片子在太長 所以我中間 有做一些 快轉 但是因為他講話很慢 所以說快轉 大家可能能夠聽得懂 比較 比例不好的就是 他是左手 常會擋到 基本上就是 先把 先把題目 把它 該移的項 移好 然後呢 因為這個算法 如果你各位有印象的話 他會有那個 slack 就是 就是 鬆弛 變數 還是 墮變數 之類的 那他會加入 這個 slack 然後再來就是 用能力的方法去 把這個 矩陣做出來 這個 移像 我相信剛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看得懂 那 呃 接下來就把所有的 一項的這個 系數 全部抄下來 那有一個 有一個 應該算是傳統吧 或者說有一個 呃 他們這邊故意的 做法 我看每個人 也都是這樣做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目標 目標式的這個 係數 他是寫在最下一個 那這個 slack variable 如果有的話 就寫E 沒有的話就寫E 那slack variable 也不一樣 有 有S1 有S2 不能把它當作一樣 那P也是另外一個slack 我們就 把它放在最下一個 然後其他的 早朝 這個 目標 目標是我們就放在最下面 然後 把這個 矩陣做好了以後 你就在這個 這個 最下面的這一排 去找一個 負的 而且是最負的 就是負的 最大的 應該算是負的最小 就是這一個 那負的最小的 這個 就是 這個叫pibble pibble column 那 然後呢 我們去算這個 他的 這個 這個系數呢 跟他的這個 這個值 這個答案的值 就是 他兩個比較 我們去找 最小的 那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pibble的 比較弱 那所以說 找到那個兩個交叉 地方 那個就叫pibble點 那你移到那個pibble點呢 你去做那個 就是 二次這個 不是這個 就是說那個線性 線性式的代換 目的 在於就是說 把 盡量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變成零 把他的系數變成零 也就是 也就是 呃 例如說乘一個二 然後減它 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做代換 那因為中間這個是 非常 非常煩的 就是說 呃 這個大家也都會啦 也沒有什麼好 好仔細看 所以我快轉 那如果說 大家有興趣慢慢看的話 我那個 我的那個slide上面 也有連結 可以示範 是不是就是高師教訓 這類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因為 其實高師教訓 他但是他不是 不是 對角做 他是pibble做這樣 他 一般好像叫做simplex 但是 反正這個 他講名字好像很高尚 可是 應該高中的 跟目標就把X1 X2 X3的係數變低 對 那我 我介紹這個 就是說 lp 除了讓大家回憶一下 因為我完全忘記 除了這以外 並不是說 請大家說 回去 就拿紙開始用 就能力 這樣做 就我們等一下 我們還會看一下這個 呃 也是網路上 可能貢獻 這個 Python的Code 我們 稍微看一下 對 多招鍵都可以這樣 Python Semitic Metalab 對 對 你看到這種樣子 你就知道 這絕對不會是 人力去做的 一定要丟到 丟到Code裡面就好 呃 這個是已經 已經監定結束 就是說它已經算這個結果 結果 那結果是什麼 反正我也不是太關心了 主要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裡 開門 主要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個 這個 到底是什麼 那 要算這個 maximize 這個 minimum 多半都要靠這個 LT的方法 在線性的情況下 好 好 座位 二 他們 大 這個有點問題 接下來就是我們看一下層次 這個層次在這裡看不到 所以這層次其實就是在解剛剛用手算的那件事情 對,不是用手算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只有一個地方 就某一行是在剪那個東西 這個啦,Linear 有一行,有線性規劃的一段 大家稍等我一起去 我把它 是不是看能不能剪到另外一個 這麼久 這先就被抓到 這一點 這麼久 怎麼做 我們在那邊 發生了 刷子 可以 沒有 這一點 好 那不要再解析度 要不要改解析度放大 沒關係啊,這大概描述一下就好了 這樣子啊,我把這個code也都發給大家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這個code 那我這邊就簡單講一下 如果看得到的話 這個是一個IRL的code 不是只有剛剛說的那個LP的code LP在這裡 這個00Programming LP它是 它好像也是一個什麼模組 你可以直接用 那這個整個過程是怎麼樣呢 我們把這個 剛剛這個公式 沒有R的 就是只有這個P A1-A OVER這個I γP 把這個寫出來 然後呢 把它寫成一個T 把它等於一個T 就這個是等於T 然後呢 呃 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 呃 我們就去做 這個 其他接下來的地方都在做矩陣 就是把這個所有的矩陣Stack 然後 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看得不是很清楚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 把剛剛那個T 再乘以R 乘回來 然後 把它做得大運 那因為這個 這個LP的這個 韓式庫啊 它必須要 它必須要接受小於的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改成T 就是這一段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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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小於的一 小於的一度濃縮 但是 這個是 這是負的 也就是說 你要大於 你要改 改回成小於 然後 把它改成負的 這個是 這個 這一個 呃 韓式庫 它的要求 那 你把所有剛剛那個 那一些 Constraint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看他在手寫的那些 我們那些 那些 Constraint 限制條件 呃 都把它 剛剛是 人肉矩陣 你把它寫成這樣 的矩陣 然後呢 丟進去 這個 韓式庫去跑 那就可以跑到剛剛那樣 所以 那這個 在這邊看不清楚 如果大家有 有興趣 就回去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眼睛給大家看 那 基本上就是說 呃 整 整個這個 剛剛 剛剛這個 maximize 我們要去maximize一個 maximize一個 一個 minimum 的動作 就是藉由這個 LB的方法去做出來 那在這個 因為我們事前定義的 是這個 final 就是說 都是有線的這個 MVD 那有可能我們會遇到無線 那無線的 你剛剛的那些 呃 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 呃 我們去找 R跟這個 Fy的這個 這個 這個關係 那 Fy是一個 呃 這 在這裡叫做 Basic Function 其實 我們等一下 會 第二章節會介紹一下 應該是 呃 就是所謂的 Feature Feature Factor 那 R 可以寫成這個 Py的這個 關係式 也就是說 呃 每一個 每一個Py 剩餘一個 某一個weight 某一個權重 alpha 那由於這是一個線性 那R跟這個V 不關係 也是線性 我們可以把Bpy也寫入這種 是這種樣子 那 剛才 之前 之前 我們提過的就是說 Bpy的 在 用這個S1動作 這個 這個期望值 它一定會大於 不是 不是用A1 這個動作的這個期望值 也就是說 專家的這個 BPy的期望值 一定是大於這個 呃 不是專家的BPy 那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解決出來 它的這個BPy的方權 嗯 就剛剛 因為現在我們講到的是一個比較大的規模的這個 呃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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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 條件是我們都寫不出來 就是constraint 我們都寫不出來 所以我們除了就是說 我們只State 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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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S0 那我們 其實 在這裡呢 我們是用 找 這個 就是前一頁 所說的 A1 這個動作的 BPy的期望值 減 這個 呃 其他 任何一個A的 這個動作 BPy的期望值 嗯 我們把這個 式 式子呢 呃 看成一個X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去 找他的 命令法是 把 這個式子 我們做一個Penalty的 做一個 做一個懲罰項 做一個Penalty的式子 那這個Penalty 長得怎麼樣子呢 你把這個東西看成 這個整個東西看成一個X 那Px 就是在X大於0的時候 他就是他事情 就是 就是每片 如果 他 X 小於0 也就是說X是負的 X負的 X負的是代表什麼呢 X是負的 就是多 這裡頭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就代表你的這個 呃 機器人做 做的比 專家好 這個 雖然不是不可能 但是 對於我們的定義 我們定義而言 就是說 呃 專家是權威的 一定要比較好 所以說 這是違反 所以我們就騙了給他 讓他是2X 2X 就不容易 是一個minimush 那 我們就經過這樣的式子 把這些constraint 放進去 LP裡面去去算 那另外一個方法叫做 呃就是 這個 trajectory assembling 呃 assembled trajectory 也就是說我們 在這個 路徑上面做 做採樣 呃 在這裡呢 我們就先看這個 呃這個路徑呢 這裡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這個R 我們用 這個Pi來代替 那在這個路徑呢 他的平均 他的這個 VPi的平均值呢 在這個路徑上面是 我們假設他走過S0 0 1 2 3次 那他的 呃 VPi的平均值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出業也加起來 那然後呢 呃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他的V VPi在 曾經經過S0的 這個平均值 也就是說 呃 每一個 經 走 走經過很多很多次以後 他的這個 每個VPi 他在S0上面 呃 的這個 是我們假假作明 那假如說我們有 有 有K個Pi好 那 K個Pi裡面呢 其中就是說 會有一高幾乎的 一定會大於其他的 那 這 經過 這個 某一個Otomo 一定會大於其他的 寫成這樣 這樣的市值 我們去 加上這一個 這一個市值的這個 阿法的 呃 限制式 去 去連反規 得到這個阿法 然後得到阿法以後 我們再回去 丟到這個 阿法的方便裡面 去得到阿法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可以理解的是說 他一個球 就一個問題嗎 那就是說 他其實走過一段路 那你剛剛的 之前的那個方法 是只有走一次這樣子 你說 吃錢的方法 對對對 上一上就是那個 我就插在那個 吃錢的方法 不是看絕對 不是看絕對 就是看每一部的 呃 你錯是 哪一個 是 這個 這個嗎 這個嗎 呃 對對對 就這個 兩個相對 也是兩個相檢 然後 你希望你這個 這個 你希望你 最大化 你A1 跟 你最佳 跟私佳的很差嗎 對 這個只是 某一個動作 但是你 你確定 你確定這個原因 就是你希望你最大化 就是 那個 是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那邊是 去把多次的 多次的那個 呃 多次的這個 裁量 去做補充 你說一場串 我可以理解是 one step one step 這樣子 呃 這個 這個就是多次的 對對對 多次的 這個是一次的 這個I是 一啊二啊 就是說 一次會怎樣 第二次又會怎樣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多次的平均值 這是一次 這是一次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很多次的平均值 就是說 你譬如說 試過了M次好了 那 每次經過S 它會有一個平均值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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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S0的這個V 都會跟 ABA有關係 那這個 跟ABA有關係呢 我們 我們繼續看 就 我們先把這邊 這邊 當成一個段落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ABA我們等一下 我們 再繼續討論一下 但是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 LP 就是說這個 線性規劃 可以去 得到ABA 因為你有限制式 你有這個 目標是 還有這個 這個P是一個 可以得到一個 可以得到一個ABA 然後可以得到ABA 那一組ABA 然後 把它可以帶回T 啊P 不是P 所以 可以帶回R 那我們就 我們就一直很納悶 就是說剛剛那個ABA 或者是說 那個ABA 或者那個FY 就是那希臘字 那個FY 到底是 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繼續看的就是說 學徒式的學習 那學徒式的學習呢 他主要動作 大概就是 這個 七個動作 那我先 很口語的講一下 但是 講完以後可能大家 還是會 需要 等一下繼續看 才知道 我現在來講 你先讓學徒自己去跑 要跑出一個特徵 特徵期望值的 就是那個FY FY FY ETENTION 那 專家 或者說他師傅 他也跑 那他也跑出一個 這個特徵期望值 那剛剛有說過就是說 專家有語是對的 或師傅有語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要找出某一個W 這個W就是這個 FY 就是期望科恩值的一個 拳重 然後呢 這個拳重我們找出來以後 我們可以 就可以帶回去 推出 R 那 這個R呢 就我們再丟回給這個拳 讓他回去 RL裡面跑 他用這個R 跑出這個 他的最佳的Colus 再回來 跟這個師傅做比較 然後 再繼續 就回到第三步 做這個Integration 也就是說 這個 也重複的做比較 直到 他的差別是小的 是他跑出最佳Policy 以後再照這個Policy 去跑一個歷史 然後再去做特徵期望值 造Policy 跑出一個什麼 就是 第五個 他說 找出一個最佳Policy 學徒 對 那他是照這個 學到Policy 然後再去 跑一遍 然後得到Feature 還是說 對對對 他這個 在跑出最佳Optimal Policy 之後 我們其實 我們就是 在跑的過程 就會 跑出這個 那我們再去 還要 還要去跟這個師傅 去做的影響 請問一下 你這一頁跟 一開始那個 那個 煎蛋的那個例子 是可以講話嗎 是不是 應該是 有 應該是有關聯 有關聯 那因為 你剛開始那個歷史 好像沒有第一步的 自主學習 對不對 你這邊你有自主 先自主學習 再去 再去跟專家模仿 OK 對不對 其實可以不自主 可以不自主 可以不自主 這個 這個城市裡頭 它是一個 我在這邊順便講一下 然後 你回去 反正我把 城市嘛 發給大家 大家就可以回應 就可以了 它是 它是跑那個 就是Grid War 就是那個 棋盤 棋盤的那個 那 它呢 呃 在我們還沒給R 沒有給 蘋果方選之前 反正它每一個 每個格 它就先設-1 那 它設-1的時候 它有 它有預設一個R 就是-1 我們當作Cost 那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其實它就可以 去伸出它的那個 呃 Future 那 但是 那樣子 那樣子的環境 呃 它的這些R 因為全部都是-1 所以呢 你的一個機器人 它去這個 呃 到處 到處試 到處找 呃 並不 並不一定能夠 跑出它的 這個 呃 可能可以炒出很多的 這個 ultimate policy 嗯 怎麼走 好像都對 所以我們才希望 去算它的那個 呃 我們才希望經過IRL 去 算那個reward方面 去 去把 這些全部都-1的改掉 改成 也許全部都0 然後某幾個是1的 那這樣子 這個機器人去跑的話 就會 跑得 跑得出那個效率 就真的有這個 ultimate policy 啊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 呃 全部 射程覆盈的 OK 那你那一頁為什麼 為什麼會跳出一個第三點的 SPM那邊 是有 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有 有 這就是說 呃 學徒日 學習我們可能會講 這三點 OK 請問一下Penalty的事情 就是剛剛那個Penalty裡面 就是在討論 S大於0和小 就是其他的 那為什麼那兩個 會是同號 就是S在裡面比較像是 最好的X跟 等號 同號 為什麼會是有點同號 同號 對就是X的2 都是正式的 對 因為 其實 他的論文裡面寫這2X 這個2啊 完全是 他 就是人 人類定義的 他愛怎麼定義 就怎麼定義 他所謂的啟發式的定義 也就是說這個2真的是他自己定義的 你也可以定義U1成5 或者說100 沒有什麼理由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PS 我們是希望它比較小 對 那 在大於0的時候 你會希望一個大於另外一個 可是在 底下那個時候 你會鼓勵 剛才那個社區 就是 我現在如果鼓勵說 前面那個大於後面那個的話 如果放個-2s 或-3s 呃 因為 你 你如果是負的 那 他不就 違反的時候 就是 呃 violation 的時候 違反這個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 專家大於 大於普通的時候 他 更密碼 我們如果希望前面的那個 要下後面的 請不要 這個 大於這個 對 我們希望前面大於後面 對 所以說我們希望他簡短還是正 對 就是我們希望他走這裡 對 他是負的時候 反而希望他 他是負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是大得不得了 就違反的是minimumum 就不會是我們referred 對 大的不得了 還是小的不得了 因為你 下面那個f4 如果是小的不得了的話 你2s就是負的 你得讓他更負 原本是f4 就是4 你讓他更負 對對對 會讓他更負 對 會讓他更負 所以會不然是他小的不得了 讓他 讓他 這樣 呃 對 那這個 看到weave是說 會讓他更小 這樣 這個是 我們這樣講也有到 這個問題 我會把他寄下來 我回去看一下他 因為他 他這裡是這樣寫 這個是在他 他那路有沒有寫 他上面寫 就是這樣 對他上面是這樣寫 好 把這個寫下來 我看看 試著看看能不能 這次能不能 我盡量 那我們接下來看了一個 就是說我們剛剛一直有談到 包括上一個章節可能也有談到 就是那個feature 對 feature factor feature factor是 就是 這個 這個圖都是 剪從那個 剪至於 David Silver那邊 來的 也就是說其實他 不是在這個 這個章節上面 介紹 但是我覺得這個 跟這個關係 跟這個章節關係非常大 所以說 我就把它 再提一下 好像跟剛剛的章節 關係也蠻大 也就是說 就是說在一個state 我們怎麼樣去描述這個state 呃 其實就是說這個state 有可能是有很多個這個 feature的factor 去組成的 那這個feature factor 長得是 像這樣 這個 這個 就是說是x 或是5 無所謂 但是他長得是 是這樣 每一個 每一個特徵 他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函視 那這個特徵呢 他有可能是 非常多的 任何可以描述這個state的 一個 因素 例如說 例如說 這個state的高度 他們在玩那個直針機 或者說溫度 或路面 那就是 開車的 這樣子 任何一個feature 這個feature 這個feature 可以描述這個state 這個feature 他就可以當成 當成一個feature 那他如果在這個state 他可以描述這個state 在那個state 在那個state 不能描述這個state 就會去前面會有一個圈奏 那這個是 表現一下 就是說表示一下feature 他可以是哪些東西 他可以是車道啊 也可以說他這條路上面有幾個轉彎 任何什麼 什麼 駕駛技術啊 這個油量 都可以當作feature factor 但是用不用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說 在這個 這個 Demir Silver的他的slide裡面 他的value function 他的value function 他就是用feature factor 去乘以一個w 乘以一個群重 然後去當作他這個value function 剛剛那個問題啊 他如果你們講的是 他的constraint 第一項一定要大於第二項 所以當他是 負的 s是負的時候 所以他就會不符合那個constraint 這個一定要大於這個 對 這是他的 有可能constraint 我也寫不到 我是不是沒寫的 這是他整個定義裡面 他的constraint 是要第一項大於第二項 這個第一項大於第二項 這個第一項大於第二項 是在這裡 這個 所以他 他用兩倍負的 來代表說 他vile to the constant 就是讓他對付好好 對 他就符合那個constraint 就被丟掉了 還是應該有限大 比較像是有限大 才比較 那他這邊二是任意取的 他只是讓他變 變負的很大 就不符合那個constraint 好 那我們繼續看回來 那個 這個 future factor 這個圖 我相信那個 有看過那個 他那個 的影片也看過 我們只要看這一套 就是說你把這個 當作一個黑箱子 你把這個state放進去 所以這裡面就是有future factor 然後呢 詞語某一個這個位置 你可以得到這個future factor 所以說其實你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這個future factor 他跟這個 其實跟W的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弄 所以把他丟到neural network 好像似乎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OK 那在這裡 我們就首先看一下那個 嗯 future factor 跟 revoid function 他是怎麼樣的關係 這個是可以說就是最重要 就是說 revoid 在這個s上面這個revoid 他就是等於一個W 某個權重 乘以這個 剛剛說的那個future factor 那 呃 如果是以bπ的bπ x0的選 這個 期望值來講 呃 這個bπ bπx0就是說 從他的這個 呃 x0以後 所有的這個 呃 r就等於這個 這個 w乘以5 那 w w 是一個權重 我們把w拉出去 所以這個是就變成這個 這個 γ 每個 每個handset的體力的這個 指數 生於這個 呃 5的值 那 在這裡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動作 就把這個 這個期望值呢 我們用這個 mu把它 替代掉 所以呢 整個式子 就寫成 w 乘以這個 mu的這個 mu的π 那 我們假定呢 就是說 呃 某個專家 他走 他走這個 呃 四半的這個路徑 呃 走的m4 那 他的這個 特征期望值是 就是 我們把它定為這樣 就是 mu mu m1 那他的這個 mu1呢 就是 剛剛說的這個 呃 剛好這塊的這個 呃 總和的這個 呃 那我們 希望這個 學徒希望這個 拉近他跟師傅直接查去 所以說他希望 他這個 mu是小於 小於的 你這個 那 呃 這個 這個證明 呃 從表面上看很簡單啦 那 不過這少了好幾個 conference 呃 少了好幾個條件 我 忘記貼上了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nome 這個w的nome 或2的nome 是等於1 那 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xnome 或是說 小於等於 是 是這一條 所以這個這個證明是很顯然意見 也就是說把把這些呃 期望值 其實把它改寫成這樣子而已 那 所以說這整個 整個的目的 整整個的目標啊 我們就變成要去求 這個師傅跟這個 學徒之間的這個差距 也就是說 呃 這個 呃 這個 師傅的這個mu 呃 專家的mu 要大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普通的 就是學徒的這個mu 然後加上一個t 那這個t呢 也就是 我們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差距 那我們希望這個差距是maximum 就是 找到最大的 那這個就是剛剛所說的這個 這個 L2的nome 他 W的L2的nome 就是小米等於 這也是一個constraint 那 由於就是說 呃 剛才這個 呃 呃 李光雄有一個問到 就是說 呃 一開始的時候 他要 他要怎麼樣去 知道這個m 那 那 所以 那個 論文裡面就是介紹就是 反正就用 摩迪卡羅下去 下去 下去跑 跑到跑出來 就是隨機用怎麼拍都可以 那 這個mu一定 反正一開始 不是我們想要的 不是說 不是我們想要 我們只是 只是拿 拿他當這個 計算用 就是說 呃 有了這個mu以後 我們去求解 這個 這一整個是 這個 這邊比較難看過 我們等一下下一個應該看到 主要就是 呃 去 maximize maximize 這個 這個值的minimum 就是這個 呃 W 乘以這個 專家跟 專家跟這個普通的 跟學股實驗的差距 那 如果說 這個 t 我就是說 這個兩個差距的最大值 他 他 小於這個 x龍的時候 就 我們已經達到目的 我們就不再求了 那 達到目的以後 你把 你得到的這個 w 你帶回去 帶回去這個r的式子 那 你可以 呃 知道了r 你就丟回去 這個i o 求那個 optimal policy 那求到 optimal policy 再放回來 就是求到了 你求到了 pi 是不是optimal 無所謂 反正就是他那一次的optimal 就好 那 放回來 然後再 再去用這個 呃 mu pi 去跟這個 這個 這個專家的mu 再去比 那 所以說 我們剛剛 在看的 就是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 呃 拉鋸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t上面 那這個t呢 就是 呃 我們 我們可以把它改變 改變這種 其實 這個t就是說 w乘以這個mu 專家的mu 是大於等於這個 w乘以這個 學徒的mu 加上於某個t 然後t我們希望它是最大的 那這個改變成這樣 那 可以 用vpi 去代替 剛剛這個 w乘以 乘以 乘以乘的部分 那 這 在這邊 他是這樣講啊 就是說 因為 我們 涉及到這個 w的 這個 呃 呃 L2的NOR 所以就 有二次方出現 所以 之前我們用lp 就 好像在這邊不能用 就 會用 qp 但是啊 qp呢 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 除了qp以外 呃 從 從這個柿子的直觀看來 就是我們可以用 其實可以用那個sdm的方法來解 那 因為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柿子 我們看是要把找到最大的題 那找到最大的題 其實在sdm上面也就是去找最大的一個 呃 這個距離 那如果呢 我們做法就是說 我們把專家當成一類 譬如說專家叫class2 好吧 那 那學徒 學徒他 不是四老後面吧 一次又一次了 那 他有好幾個 那我們把他當成另外一類 那我們就在這兩類之間 我們就一直去找 找他的最大值 直到這個值 小於 等於sdm的時候 那 求到這個w以後 再把w帶回去 就 又回到剛剛的做法 反正丟回到rl去算 所以他在sdm上面的動作 大約是這樣 呃 專家已經示範了 這個就 這個就是專家 就是他專家的拍 然後呢 你某個 某個這個學徒呢 他跟專家 他 他第一次學的時候 他的這個 呃 距離 他的一個距離的這個 他的w就是這個想量 那 他的這個叫做 迪士尼圈幫助理 應該就是在這個上面 是這樣的寫 那第二 呃 就是 拍一的時候 就是反正第二次學的時候 他會有 第二個 求出第二個w 那 一直照這樣子的方法 呃 求出第二個w以後 會有第二條decision boundary 就是決策的編解 那 第三個在這個 第三個拍在這個地方 又會有第三條的 就是decision boundary 那 呃 呃 我們就可以求出w3 呃 呃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 反正他 這樣子的動作 他會一直越來越 越逼近這個 這個專家的這個 這個 呃 呃 所以 就是 我們為什麼用sdm來達成 呃 這樣子的 逼近了 這個動作 那 到底要用 要學習多少次呢 這個 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 解開他 就是沒有去算 這個怎麼算 算出來的 你們看不太懂他怎麼算出來 但是 呃 就是 吳文達跟他的 他們幾個人 他們的guarantee 你可以在這樣的次數以後 呃 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得到 你就可以得到 呃 是這樣子的樣子 我不管他 這些是什麼 就是 XROM是怎麼來 其實 我也不是太介意 但是他有一點像這樣 那 這個樣子 又有一點像這樣 就是 批 乘以貌不低 那 這個 就 很耐人 許惟 因為這個是 android 所以我一直還 很納悶 就是說這個 我就說 這 他的次數 跟他的android 是不是有什麼 某些關係 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 因為論文好像也沒有提到 所以呢 就是說 呃 我們也講了很久 我們下一期 可能 我們就會 有一點 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會接到下一期 因為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 很多人在用算法 就是叫做Maximum 主題的IR 那個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那 還有一個 這一次 遺留下來的尾巴 就是 Maximum margin 的 planning 那個 跟這個 SBM是 很接近的方法 那也稍微 我們講SBM的時候 常常會 譬如說台南Dual Carbon 以及Logrange什麼的 然後他變成一個 Base Mini買的問題 然後形式就會一樣 那個 在這個應該就會這樣做 然後呢 就是要怎麼選Feature 就是那個 才算是選擇 才算是選擇 對 因為我們的理物的感覺起來 就是 就是 結成W5 其實我 我覺得啦 就是說 我覺得那不是一次選出來的 我覺得 如果實務上的話 就 反正一開始 能選多少 就選多少 然後 過一陣子 就是再炒太料一些 根本沒有用到 我都實務上 但是理論上 我看了好幾個 他們就只講說 哪些東西可以當作Feature 沒有說 怎麼樣去選Feature 但是這個 我覺得實務上 好像只能靠 靠實驗 我們現在實驗過 不知道怎麼樣 才算是好 它會有W啊 W如果說是0的話 代表這個Feature 從來沒有 沒有activate過 就例如說 就例如說 它的 它是 你只有一個Feature 是高度好 那 你這個 整個動作 都是在地面 沒有高度的變化 這個 沒有影響過 所以我意思是 就像 今天我選 Five跟Sign Five有Five1 Five2 Five3 Five4 用一個分量 然後剛剛就講的 比較像是說 當選不好的時候 就是 Five1 很多那些Five的分量 會變成 它沒有backed過 那Sign呢 Five和Sign來 會比較好 會不會有更好的 就是更好的一組 比如說Five Prime 更好的一組 Feature later 對 它效果更加好 所以同時就存在這兩組 對 我們可能一次就是試一組 就是近似的時候看起來 不知道 有附近 R 等於W Five 對 那有沒有R 比如說等於W 只是名字 Five 那就是 那Five或Five好 只能平定誰比較好 平定比較好 我 我猜的啦 就是說 我的想法是 看他W的權重 就是你W一定對應某一個 比如說Five1 Five2 Five3 哪一個W如果說 比如說對應Five3的 它永遠就是0 那Five3也不用留 我這樣想 應該是看他W的 我這樣想 應該是看他W的 我這樣想 應該是看他W的 因為剛剛那個SPOTS的那個 讓這個東西 故意的SPOTS 然後你們就會有很多0 然後就把那些 把那些0的東西 對 它就故意讓一個MODEL的那個W的SPOTS 然後裡面就會有很多0 然後那些0就會 就是你剛剛講 就是像你剛剛講 對應到比較重要的Future 不是很重要的Channel 我也是這樣想 可是沒有看到 這論文裡面並沒有提到 也不知道有沒有這樣 對 不知道 如果說實務上遇到 他選Fissure是 New Network的 就是他 他選Fissure的方式 真的就是像那個高度 自己的一個牌架的方式 還是說他有一些的數學 有亂成他亂出 所以就是 做到New Network這樣 就是說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先把它錄影打開 好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我們今天謝謝Rischa 精彩的 希望 谢谢大家